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想想只有35岁 觉着这个病是老年人才会有的 对这个病一无所知的我 觉得死气到了 心理恐惧 无助 寓意正加重失眠 一个月时间体重99公斤急剧下降到73公斤 全身不舒服 住院治疗一星期还是失眠 进入唐友圈平台 在无助的时候 无意间查到这个唐友圈平台 在上面看到老师们及唐友们在互相学习 互相勉励 努力学习慢慢的我了解了这个病 通过半年的学习 运动 饮食 三个月按时复查等 自我摸索 体重慢慢稳定 失眠也在不断改善 控制良好 坚持管理饮食和运动到现在三年了 体重控制到77公斤 血糖空腹5.5左右 糖化54左右 每天用药二甲双瓜 早晚各一片 坚持晚上饭后一小时后快走不少于半小时 压力力量锻炼三组每组失下 早上骑车上班 饮食原则早餐米线面条鸡蛋多加蔬菜 中午晚餐吃饭吃干不吃稀 吃粗不吃精 多吃蔬菜 七到八分饱即可 不熬夜 戒烟现酒 调整心态 过好每一天 友友们加油 我行你也行 再次感谢老师们及友友们 还有我的家人 圈圈最后送上预防糖尿病的小知识 可以告诉身边的朋友 糖尿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同样也是可以降低血糖的小知识 一 吃肉前喝两勺醋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发现 吃大鱼大肉前喝两勺食醋 喝大大酱低血糖水平 如不习惯喝醋 最好饭前吃点放醋的凉拌菜 也可以用酸的柠檬汁代替 从营养学的角度 醋类物质可以减少食物的升糖指数 二 减轻5%的体重哪怕你非常肥胖 而且不锻炼 但只要体重减轻5% 患糖尿病的危险就会降低70% 三 每天走路35分钟 芬兰研究发现 走路可让体内胰岛素得到最大效果利用 每周走路4小时 每天35分钟 可使糖尿病危险降低80% 多运动 没错的 四 一周吃快餐不超过两次 美国研究发现 每周吃快餐两次以上 身体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一倍 快餐食品的确含有的热量太高 而且油脂太多 五 火腿香肠要少吃 每周吃5次以上火腿或香肠 糖尿病危险会增加43% 最魁祸首是加工肉食中的添加剂 六 做吃前三次深呼吸长期压力 会导致血糖神高 专家 建议 做任何事情前 最好先做三次缓慢的深呼吸 调整压力很重要 七 睡眠在六到八小时之间睡眠经常不足 六小时的人糖尿病危险翻番 睡眠超过八小时的人糖尿病风险增三倍 既不要多睡也不要少睡 八 不要独居独居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比其他人高2.5倍 与人交往 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很重要 不要有抑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